还没有走出停车场 忽然一辆保姆车就停在他的面前 挡住了他的去路 林安心皱了一下眉头 还没有反应过来呢 车上就下来了三个美少年 其中嘴角有酒窝的少年 看起来格外的正态软萌 冲着他就眨了一下大眼睛 放电似的甜蜜的打招呼 嫂子 走啊 林安心惊讶地张嘴 你们 这不是陆志昂的队友吗 另外两个人比正态要矜持一点 但是还是热情地跟他打着招呼 嫂子 好久不见了 嫂子好 你们怎么在这里啊 林安心已经找回了自己的声音 幸好保姆车里没有其他人了 林安心松了一口气 安南眼尖地抓到了他下意识的举动 马上笑着调侃道 嫂子是在找大哥啊 大哥没来 他让我们几个来接你 等一下 你就可以看到他了 接我 接我去哪儿 林安心惊惊地往后退了一步 安南他们已经一左一右地抓着他的胳膊 半强迫半拉扯地把他往车上拉了 嫂子你去了就知道了 是啊是啊 时间紧迫 嫂子你到了就知道了 先上车吧 林安心硬是被驾着上了车 等等 我不去 我还有事呢 我 保姆车的车门被无情地关上了 彻底地决断了他跑路的机会 安南笑嘻嘻地跟前面的司机说 开车吧 好的 保姆车启动开走了 作为超人气流量偶像 经纪公司给乐队配备的保姆车 是最顶级的那一种 不只是车内宽敞舒适 而且里面什么都有 想看电视 想吃东西都可以 甚至还有一个小型的吧台 林安心现在却是无心享受 他的太阳穴秃秃地跳个不停 头痛欲裂地问道 你们怎么知道我在这儿 他的人已经被驾上车了 车子也已经在行驶中了 他不觉得他现在还有下车的可能 所以他只能是先认了 他比较好奇 他们几个是怎么知道他在这里的 生日会属于他的私人行程 应该是没几个人知道才对 安南的年纪最小 性格也是最开朗 他又冲着林安心 眨巴了一下自己天然的大眼睛 左脸颊小酒窝地抿了起来 笑眯眯地说 当然是我们老大告诉我们 嫂子你在这里的 陆之昂 令安心更加的奇怪了 不是 陆之昂又是怎么知道我在这里的 不会又是导演告诉他的吧 不可能啊 今天腾导不知道他的行程安排 就算是想要出卖他 也没机会呀 安南耸了耸肩膀 表示道 嗯 这个我就不知道了 但是我看到了老大跟你的经纪人打电话了 说是想要找你拍我们新专辑的主打曲的MV 然后 没多久 老大就让我们来找嫂子了 他嘴上说的是不知道 实际上 把什么都透露给了林安心知道了 林安心满脸黑线 没想到千房万房 没有防到他一贯精明厉害的经纪人身上出了叉子 主要是 他不敢告诉珊妮陆之昂追他的事 现在怎么办呢 真的被他们带去见陆之昂 他不想去怎么办呢 太尴尬了 安南看见了 误会了他焦躁的原因 安慰他道 嫂子 你不用这么紧张 等一会儿我们一定会好好地保护你 对不对啊 他问其他两个人 另外两个人赶紧地表态 对啊 嫂子 你就放心 待会儿啊 有我们在 就是 我们也不会让你被吃了的 林安心错愕地问 什么意思啊 突然保姆车外面传来了一阵掀翻人耳膜的尖叫声 安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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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白智 比起其他人 外面的人叫得最大声的 最多的是陆之昂的名字 陆之昂 陆之昂 我爱你 智昂 陆之昂 还有人在拍打着车窗 自己好像已经见怪不怪了 一点反应都没有的 等待着保安清场 保姆车拉着窗帘 看不清楚外面的情况 但是能够听到人声鼎沸的声音 林安心的眼神有一点变了 看向车内的三个人 外面什么情况啊 你们今天要出席活动 他们出席活动 陆之昂把他帮过来干什么 安南扑斥一笑 夸张地捂着胸口 做出伤心的样子抱怨道 嫂子 你居然不知道 今天是我们开演唱会的日子 啊 我真是太伤心了 不对 应该是太伤老大一片 纯纯的少男之心了 今天 你们要开演唱会 林安心傻眼了 安南举起了一根手指 强调道 应该是半个小时之后 我们就要开演唱会了 半个小时 林安心第一反应就是 拉住车门把手 我要下车 稍微酷一点的那个男生马上说 嫂子 我劝你不要现在就拉开车门 不然的话 你有可能被外面的人给踩死 像是在响应他的话一样 车门外就传来了啪啪啪的拍打声 还有粉丝的尖叫声 林安心举着的手 他知道陆志昂他们几个现在是有多火 他们的演唱会一般刚刚开始售票 三秒钟之内几万张票就会被抢光了 人气高得吓人 他现在一点都不知道外面的情况 如果保姆车是从演唱会正门进去的 外面搞不好有成百上千的粉丝 他要是贸然下去 真的是很有可能被愤怒的女粉丝给踩死 安南趁机劝道 对啊 嫂子 你可不要乱开门了 我们最多就是被开几下游 你要是下去了 万一他们没有认出你是谁 搞不好会被群殴一顿的 他笑的是几眉弄眼 要多恶劣就有多恶劣 林安心咬了咬牙 硬生生地忍住了 把手缩了回去 演唱会的安保措施做得很好 他们也只是被围在外面十多分钟 车子就能开始动了 为了防止万能的粉丝围堵 保姆车一直开到了后台外面 才停了下来 林安心打定主意 待会儿下了车马上走人 然而 形势比人强 他前脚才下车 后脚就被一群人急匆匆地往里面拉去 还有一个总统筹似的人 在一旁满头大汉地催促 我的大少爷们哪 你们怎么才来 演唱会都要开始了 我的腿都要被你们给吓软了